老實講有時候媒體寫的就實在是 所以又是媒體的問題 我們常常在媒體上讀到我們的什麼行程 讀到我們的政策我會嚇到臉都外出 所以這是媒體的口誤 年金改革是中華民國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 我們拿我們國家的這個財務 跟我們國家的這個信用 來去做一個交換 這樣的交換我個人看起來是並不值得 那市長 你今天會去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就表示說你認知到這個對退休金工教的衝擊有多大 你才會做這樣的一個處置嗎 還是你這個政策在演你的過程之中 你的出發點跟你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我們在7月1號他上線以後 我們最近陸陸續續有在辦那個座談會 其中就很多我們退休的員工 在講說他們收入有少一些 後來鄧副市長有在跟我講說 那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台北市政府 能不能給那些退休的員工 有沒有什麼樣的協助 對於聘僱人員的部分 我們針對聘僱人員的部分的聘用 應該是所謂公平公正公開 讓任何族群都有機會 那你現在突然提出來就是說 讓退休金工教這個部分 這個在實際上的法令的應用上面 在實際上的這個合法性 司法性上面 市府有做詳加的調查嗎 還是只是單純為了說好 現在選舉到了 我們應該要去針對軍工教來講 來照顧一下他們這個 說一個這樣的不一定做得到的政策 那等到聘用是明年的事情 反正先把他的票騙到手再講 沒有沒有這個 這個我們事實上是這樣 我們只是提供一個工作 你知道齁 但是來競爭的時候 他還是 還是在公平的這種基礎上競爭 他如果還是在公平的基礎上競爭 那為什麼新聞上會報導說 四出五萬人 這樣的一個工作機會 給所謂的退休金工教 老實講 有時候媒體寫的 我就實在是 所以又是媒體的問題 我們常常在媒體上 讀到我們的什麼行程 讀到我們的政策 會嚇到臉都外出 所以這是媒體的口誤 我們也是看到 看到今天的報紙嚇一跳